晚上九点 无论你身在哪里 来场与文学的空中邂逅 杨兆谈书 姚宁一同遨游文学世界 认识古今中外的经典之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欢迎收听杨兆谈书 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FN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 我是杨章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 大家出版公司刚刚出版的最新的中文翻译本 作者是Robert McFarlane 他是英国人 他是当今在英语世界当中最重要的 其中的一位自然写作的作家 这次他最新的作品 中文翻译书名是《大地之下》 在节目当中 我们之前曾经介绍过他的古道 以及他的星象群山 在这本书里面 Robert McFarlane 他回顾了他自己 书写自然的历程 然后跟我们解释 为什么会有《大地之下》这本书 他说在过去15年以上的时间当中 我一直在书写地景与人类心灵之间的关系 起初只是为了解答一个私人的问题 为什么像当时的我 那样的年轻人会如此深受山的吸引 甚至有时甘愿一生寻爱 之后却开展成为一项测绘计划 棉更五本书超过2000页 从冰雪覆盖的世界最高峰 我寻着一条往下的轨迹 来到一个必然是终点的处所 那就是探寻探索地表以下的分层 他引用了Williams Carlos Williams 这位诗人 他在晚期诗作里面的两行诗 下降之旅招首诗意 在上升之旅招首之后 而他说我到了人生的后半段 才明白Williams Carlos Williams 他的意思 我在地下世界见过 我但愿自己永不忘怀的世界 也见识了我但愿自己不曾见过的事物 我本来以为这将是我最不人性的一本书 也就是通常都是跟地质跟地理 跟无生物有关的一本书 但却出我意料之外 成为我最具公共性的一本书 如果说我之前的作品的中心图像 是行者落下和抬起的脚 那么这本书 这个书页的核心图像 是摊开的手 为了要问候 同感或者是制造标记 而向前伸出 什么叫做大地之下呢 真的就是讲 我们的脚下的世界 它的开端是来自于 McFarlane提醒我们 我们到底对于脚下的世界知道多少 我们知道的很少 而且通常我们也没有什么兴趣 在清朗无云的夜晚 我们仰望天空 你能够看到来自于 亿兆公里以外的恒星之光 你可以认出小行星 撞击月球表面 所留下来的云坑 但是呢 如果往下看 你的视线就只能够看到 表土 利青 还有你自己的脚趾 就算离地面只有十公尺 但是呢 这种古代海床石灰岩城 平面的光亮 却有一种 令人感觉到 非常奇特的离世之感 地下的世界 安守秘密 这是最大的特性 几亿年来 真菌将一颗颗的树木 连结成为互通生气的森林 但是呢 生态学家一直到过去二十年前 才寻现追出 林地土壤当中 细密交织的 这种真菌的网络 因为它藏在地底下 2013年 在中国重庆 发现了一个洞窟网络 竟然拥有自己的天系系统 在太阳远远照射不到的地下 洞窟中心的庞然空间里面 有丰沛的水汽沉叠 有云朵弥漫的巨大 雪势里冷雾飘移成形 而在意大利北部的石灰岩下方 三百公尺处 非常深的地方 它说 我沿着神所垂降 穿过一处广大空间的穹顶 这里被沉入地底的河流所切割 被黑色沙丘所冲田 徒步穿越那些沙丘 仿佛在无光的行星上 爬涉穿越无缝的沙漠 非常奇特的景观 而我们很少会注意到 我们更难得有任何的经验 去体会 藏在地底下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景象 为什么要往下走 向下是一种反直觉的行动 我们习惯 我们喜欢往上 所以这是逆着理智的纹理 精神的坡度而行 刻意将什么放到地下 通常是为了藏起来 避免有人不小心就会看到 而要积极从地下的世界取回东西 那你就得要大费周章 你要挖 你要一直不断地往下挖 背了很大的力气才能往下走 地下的世界 因此非常难以到达 长久以来都是用象征不易言所观看的一切 失落 悲痛 隐晦的心灵深处 还有呢 Alan Scurry 所称的 叫做优生地下事实的那种 身体的痛处 当我们想到地下 往下 想到的都是秘密 隐藏深处 人类对于地下空间 有一种天生本能的正恶 而且还有非常丰富而长久的文化史的背景 你会喜欢下到地底下去吗 地底下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死亡 联想到墓葬 或者是大家到欧洲 在那个教堂的底下的Ketatum 里面藏满了这些尸体骨骸 所以我们想到地下空间 我们会害怕 我们会想要远离 要跟地下世界相连结的 是一种所谓世界内部可怖的黑暗 恐惧跟邪恶 使我们面对地下环境的时候 普遍的反应 污秽死亡 以及残酷劳动 我们讲到矿坑 我们会想到那样的一种劳动的形式 那才是属于地下的 这是自然的联想 幽闭恐惧是各种恐闭症当中 最激烈的一种 很多人没有办法想象 自己进入到矿坑 一路一直往下 然后要在那么密闭的这种地下的空间里面 大概超过一分钟 超过五分钟 我经常注意到 即使不是今生经验 只是灵吞叙述或形容 包括我现在用这种方式 把书的内容 念给大家听 带领着大家的想象 往地底下走 或许有人就已经开始觉得不舒服 那样一种 忧闭恐惧 会让人焦虑 它的威力远胜过 当我们想象 聚高症 或我们想象 我们到高处的时候 会产生的那种 Vertigo 那样的一种 眩晕的作用 聆听被囚入地下的故事 会让人坐立难安 望向光亮 仿佛光是言辞 望向光亮 仿佛只是言辞 就能够把人给监禁起来 McFarlane说 我记得十岁的时候 我阅读到的描述 这是一本小说 作者是Ellen Garnett 小说的说明是 The Wheelstone of Brinsenman The Wheelstone of Brinsenman 在这个小说当中 两个小孩为了要躲避危险 就钻进到断癌里面 在那个断癌 有一个杀岩漏头下方的地道 他们跑走了 断癌身处的岩石 亲密相拥 做事要将他们包夹 所以小说里就描述 他们直直躺着 地板 墙壁 跟屋顶 紧贴他们 犹如第二层皮肤 他们头转向一边 因为换作任何姿势 嘴巴都会被屋顶压入沙中 而无法呼吸 因为他们完全不能曲腿 弯曲肘部 又会导致手背无助的 卡在身体底下 前进唯一的办法 是靠指尖跟脚趾推动 然后其中一个角色 Colin 他的脚跟卡到屋顶了 他既不能上 也不能下 突出的岩石 卡进他的小腿 他痛得叫出声来 却无法动弹 而到现在都还记得 读到这些段落 让他心底发冷 肌肉因为同情而收缩 这个时候多年之后 重读 感觉依旧 那种情境 还是在他身上 施加了强大的叙事的牵引 Colin无法动弹 我则没有办法把书给放下来 人类对于地下世界的厌恶 深藏在我们的语言 跟我们的故事里面 我们经常所使用的metafer 我们的比喻里面 高度是人所尊重的 深度却是人要避开的 例如说 Uflicted 那就是优于 Depressed 你看这个就是 一个是上升的形象 一个是往下压的形象 Depressed 沮丧 那这个沮丧 同时是往下压 或者是Pull Down 我们就把房子拆毁 我们就是把它拉下来 或者是Catastrophe 它的表面字面的意思就是 从原来的位置 一路突然之间往下降 急转迟下 那Cataclysm 也就是灾变 也就意味着 那是一种往下的暴力 主流的观察跟表现的手法里面 随时可以看到 对于Going Deep 那种往下走的偏见 在Steven Graham 他的Vertical 这个书里面 他称地理学跟次图学 具有平面的传统 以及因而导致的 大体水平的世界观 他指出 我们觉得很难脱离 习以为常的 坚决的扁平的观点 而他认为 这不只是从政治上的失败 也是我们感官的失败 因为这使我们 不愿意去关注 地下网络当中的 抽取开发跟处置 而正是这一面网络 支撑着地表的世界 是的 我们基于许多言语 总是对于地下 不闻不问 而这就是大地之下 这本书试图要逆转改变的 休息一会儿 我们后来继续聊 大家好 我是刘克香 亲近自己的城市 找回城市的温暖 听见台北的声音 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听见台北的声音 拥有颗热情的心 有爱与梦想的电台 台北广播 FM93.1 感谢您继续收听 自少年时期就迷恋高三的 自然写作作家 McFarlane 他花了六年的时间 180度翻转视野 无数次的深入 自然界最美丽 也最骇人的空间 为我们生动的描述 一个个看似沉默不语 实则升息汹涌的世界 当我们不断地往上爬 去追寻地表的高处 持续搜索眼前可见的事物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可以 也是不是也应该停下不脚步 关注我们脚踏的这片大地之下 要如何揭示 叫做人类的前世与今生 这本书就是要提醒我们 因为我们长期对于脚底下 地下的世界 感觉到害怕跟厌恶 以至于我们很少去探索大地之下 不过这本书 它有另外一个副标题 副标题叫做 A Deep Time Journey 那中文把它翻译叫做 时间无限深水的地方 这里面又提出了 另外一个重要的观念 叫做Deep Time 深度时间 这是什么呢 McFarlane说 深度时间是地下世界的年表 从当下沿更到远古 是地球史序幕的浩瀚篇章 深度时间的单位 不是年甚至不是世纪 而是地磁式的什么式或什么圆 不是相对比底下 我们所使用的分钟年月 如此的微不足道 深度时间呢 是记录在岩石冰 中乳石 海床 晨曦物跟飘移板块的 这些现象上面 它通往未来 也通往过去 太阳将在五十亿年当中 会耗尽它的燃料 然后呢地球就会落入到黑暗 我们的脚趾跟我们的脚跟 同样立于深渊边缘 在这个Deep Time 深度时间里 存在着可以汲取的一种 危险的安慰 既然Homo sapiens 我们这样的一种人种 在地球的尺度来说 真的非常非常的短暂 那我们的所作所为 用这样的一个尺度 重要规模来看 真的重要吗 从沙漠或者是海洋的角度来看 人类的道德荒谬 无关红指 价值的断言 微不足道 我们习惯一个扁平的世界观 我们在这种扁平的世界里 我们这样的一种扁平的世界观 在如此大尺度的时间上面 这样看起来 就会有了不同的意义 我们至少会在这样的一种 Deep Time的对照底下 开始反思惯性的思维 的确我们应该要一反其道 把这种Deep Time 深度时间 视为一种激进的观点 刺激我们去行动 而非因此对一切漠不关心 我们用深度的时间来思考 不是为了逃离当前的反忧 而是要重新想象现在 以过去步调比较慢的塑造和反塑造的故事 来取代当前的急躁贪婪和骚动 在最好的情况底下 深度时间有助于我们认清 我们是过去亿万年 以及未来亿万年 一阵传承的一部分 引领我们去思索 我们到底要留下什么 给未来的世世代代 很关键的一件事情是 我们活在人类世 这个地球已经被人类存在的事实给改变了 也因而在这样一个全球性巨大可怕的世代 危机不是恒常向未来延迟的世界末日 而是不断发生在现在 而且总是最无助的人感受最深 时间陷入了深刻的脱续混乱 地方也是这样 本来应该身摆在地下的东西 自行冒了出来隆起 当这样的东西浮现表面 人的眼光很容易就被那入侵的这种刺眼的现象牢牢的抓住 难以移开 所以他举了几个例子 在北极地区 远古的甲腕正透过涌动土融化而形成了这种窗口 往外泻 原来埋在洞土底下的迷路的湿海 如今因为腐蚀和温暖而暴露了出来 释放出了碳居的包子 在西伯利亚的东部有一道陨石坑 它的地面软化 打着喝欠吞下数以万计的树木 并且露出了二十万年的地层 当地的亚库特人称之为叫做通向地下世界的门户 阿尔卑斯山和喜马拉雅山的冰河消融 退回数十年前被冰河所吞灭的这些登山者的遗体 在英国也因为近来的热浪 结果热让罗马时代的辽望台 新世纪时代的城墙 这种古老的建筑的遗迹 散现在世人的眼前 在空中被观察到 土地沉默地过去在烈烤的天前当中隆起 干燥布毛又如X色线 再来我们看捷克 捷克境内一北河 因为夏天水位下降之多 连底下的原来看不到的叫基石 都曝露出来了 过去几个世纪的人在这块石头上 记录干旱 也警告干旱的后果 为什么叫做基石 就表示如果这个石头露出来了 就会有干旱 干旱就会带来饥荒 其中一块石头上磕着 如果你看到了我 就哭泣吧 这样的字样 50年前在冷战的时期 美国在格林兰冰帽底下 建造了一个导弹的基地 埋下几十万公升的化学污染物 如此呢 现在呢也因为溶病的关系 就开始出现了 考古学家Botostotian 他就写着 埋在地层深处并不是问题 问题是这些东西很持久 会存在比我们更长的时间 然后呢 一种不为我们所知的力量反扑 一种沉睡巨人的暗黑的力量 从深度时间的沉睡当中醒了过来 为了要寻找死亡国度的某一样东西 或者是某一个人 而展开降入黑暗的威眩旅程 这是最古老的地下世界的故事 早在西元前2100年前左右 这是今天世界上所留下来最早的文学作品 苏美人所写的Gilgamesh史诗 里面有一个变异的版本 述说Gilgamesh 他旁边的一个仆人 叫做Anki 他要接到主人的命令 要他到地底的民府 去取回失落物件 这个Anki呢 他行跃锤子一般朝他扑打的冰袍风暴 小船因为受到有如头锤乌龟 野狼跟狮子的波涛冲撞 而摇摇欲坠 但是他仍然抵达了民府 他很快就被抓了 被囚禁起来 一直到年轻的战士叫做乌土 开启通向地面的洞穴 乘着羔羊的围风 把他带了回来 因此呢Anki跟Gilgamesh 在阳光当中相拥亲吻 说了几个小时的话 Anki并没有能够取回失落的物件 但是带回消亡者的宝贵的消息 Gilgamesh就绝望地问他说 早产而死去的孩子们呢 他们甚至从来不知道 活着是什么 Anki就回答说 世界各地都有类似的神话 古典文学里面有很多降入地下 像鬼或像神 或者是像王者 来询问人间的未来的事迹 包括了希腊神话里面 Ophius 他试图从死亡 从这个地下的领域里面 把他的爱妻 Eurydus救回来的故事 另外呢 有Anius 他的航行 在他父亲的辟印底下 他受到了女仙子 西比拉的引导 还有精致的保护 这些叙事都暗示着 某一种近乎矛盾的东西 什么样呢 黑暗可能才是视觉的媒介 而下降可能使人迎向启示 而不是剥夺 我们最常见到的动词 叫做to understand 你有没有注意到 他前面用的是under 他就带有一种深入事物的下方 才能够全盘理解的一种古老的意涵 另外一个动词 to discover 他的意思是透过挖掘而展现 下降 然后把要discover的东西 带向的光亮 从深处取得 这些都是非常古老的联想 欧洲已经知道最早的洞穴作品 是以点根手印的形式 在西班牙的洞穴壁上 所画成的梯子 我们现在测量 认为这大概是距今 六万五千年前 也就是Homo sapiens 我们这个人种 由非洲抵达欧洲之前 大概两万年 这是尼安德塔人留下来的 这些尼安德塔的艺术家 留下的图像 远早于解剖学上 所谓的Homo sapiens 现代人 抵达今天的西班牙 而一位负责为这项艺术品 定年的考主学家就说 那个时候的人们 正踏上 进入黑暗的旅程 所以Mark Fallon就告诉我们 他所写的这本书 大力之下 就是进入黑暗之旅的故事 也是为了追寻知识 而降入地下的故事 旅途从宇宙创生时 形成的暗物质 一直到人类式的核子未来 这是一本极为独特的书 来自于一位极为独特的 自然写作者 Robert Bob Fallon 感谢你的收听 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阿宝阿燕燕 我等一下顺路载你回去 不好吧 你刚刚有喝耶 我还很清醒啦 只喝一点点而已 我们没醉 不行啦 现在酒驾被抓到啊 连乘客都会一起被罚耶 蛤 没错 酒驾新规定 酒后驾车出贩提高罚还金额 最高售罚两万元 同车乘客也会一起售罚 最终罚到三千元 喝酒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不是教计归 為何不熟知 三千元